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就拿威廉82年出生的时候 戴安娜王妃和查理斯抱着威廉离开医院的想做比较 说海帝穿的蓝色白波点衣 其实和戴妃当时穿的绿色白波点衣是很相似的 似乎都是想向奶奶 即以故戴妃致敬 而海帝也带起了戴妃的订婚蓝补石转戒 至于威廉就穿得比王处查理斯随意 只穿了浅蓝白颈的褫衫 深色褲 就没有穿了整套西装和打胎 英国王室增添新成员 各界都相当关注这位剑桥王子的未来 除了由星座角度分析之外 有印度的占星司就根据了小王子的出生日期、时间 即13年7月22日 以及地点伦敦 推算出这位王位第三继承人 有可能会打破黄色惯例 踏足政治舞台 竞逐手上的席位 甚至赢出都不出奇 成就分分钟比起爸爸威廉还要高 宝贝的未来是怎样 我们当然暂时都未知道 不过作为王式的一份子 小王子相信很快就会进行首次的外访 小王子的爸爸威廉在1983年只有9个月大 就跟着爸爸妈妈去到澳洲和新西兰外访 有传媒估计小王子可能都和爸爸一样 在一岁生日之前就会出访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会选去这两个地方呢 因为澳洲和新西兰和加拿大一样 都是英联邦的主要国家 威廉和海帝在婚后 第一个外访的国家就选了加拿大 但澳洲和新西兰就未一起出访过 民众已经等一堵王妃的风采等了很久 再加上如果带儿子去 可能更有助显示王室对英联邦国家的支持 所以传媒都估计 劍桥工作夫妇会以澳洲和新西兰 作为他们一家三口外访的选择 今集的新闻智库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